母亲节快到了 郡坑社区发展协会日前办理 庆祝母亲节继烘培研习的活动 除了邀请社区民众参与以外 也聘请专业的老师前来教导居民做面包 我们今天军家 就办理 我们都每年都办理一次的活动 今天是办烘培 让大家来学一学 大家来继一句 不然有时候大家都做酸 所以没用 没用就来这些参与 所以我们一年都办一个活动 大家庆祝母亲节 大家都来吃做蛋糕 大家很高兴 大家想起来觉得不错 我希望大家就传承下去 参与的社区长辈指出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相当开心 除了庆祝母亲节以外 也有烘焙课程 感觉做得很好 很处备的 很好玩的 庆祝母亲节 大家来这做烘焙 做香的活动 全厂都来这 来这大家 大家快乐 大家来做 大家吃得很欢迎 都很好吃 做得很成功 这个政策大家很合作 大家来这 庆祝母亲节 先议员陈淑慧也到场参与 陈议员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在课程结束后 长辈回到家可以利用所学 与家人分享成果 今天我们团队与社区发电协会 来基盘到母亲节 以及他们的风陪课程 的成果展 就由风陪课程的成果展 然后来结合母亲节 这可以说是理事长有很烦恼 也是一个建议的方式 那当然在风陪课 我们也要邀请到这个讲师来到 滚家的社区 来教到这些妈妈的 这些妈妈的十十八八 来做到这个蛋糕的风陪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风陪课 在他继续以后 这些妈妈所学到 可以继续在家里来做 让家的人来做一个享用 透过简单的烘焙课程 除了可以让长辈聚在一起 联络情感以外 也能够学习新的事物 成熟为议员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借此预祝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记者邱平逸 水里采访报导 水里采访报